Hello 大家好 我是Channel 政府今天公佈了2019年京屋申請三個地段 即是申請A區B4、B9和B10地段多戶型京屋單位的售價和補貼比率 這期京屋供應3,017個單位 將會在今年內落成 三個地段都供應1房、2房和3房單位 不過按不同地段、樓層高度、坐向不同 售價也有些不同 其中B4地段4座樓宇一房售價最便宜 由118.8800元起 兩房就154.6400元 三房就不用200萬 193.4900元 B10地段是最貴的 1房都要122萬1千元起 兩房就158萬7200元起 三房就要206萬4800元起 最貴都要237萬 至於補貼比率 是64.4至64.5% 幾乎差不多 即是政府補貼了差不多 三分二的樓價 相對於私人市場 120萬買過一房 200萬左右買過三房 按總價 即是倒心計 又不算很大 很誇張 不過老實說 是比之前的京屋貴了 政府說這期 2019年的京屋 按舊京屋法規定 去定單位的售價 尤其需要考慮 能成為這類房屋受惠人的購買力 還有要看樓宇的座落地點 建成年份 單位在樓宇總體結構內的朝向位置 面積和類型等等 另外補貼比率的公式 怎麼計出來呢 就是單位市場價減單位出售價 隨以單位市場價再乘100% 政府說房屋局透過聘請 等三間專業物業估值公司 對出售項目進行股價 再經房屋局綜合評定單位市場價 在16年不可轉讓期戒滿之後 即入伙子發出起之後的16年 如果買京屋的人需要轉讓單位 就需要依補貼比率 向房屋局繳付保價 這期京屋還可以流出市人市場 如果你住滿16年後 就要賣樓是可以的 假設16年後 三房單位650萬售出 就要拿出當中的64.5%的款項 補回房屋局 即是要補回大約419萬左右 自己債執230萬左右 其實對買入的樓價 基本上都是賺住 賺不到通脹的 而新京屋法規定的京屋 還不可以流出私人市場 要按原價 即是買入價 賣回給政府 賣的時候 還要拆裝修 還原單位 才可以賣回政府 由於規限比較多 純粹解決居住需求 沒有升值空間 而且市民覺得實用尺價賣330元一尺 比較貴 所以現在不少市民 都不頗欺負經濟房屋 不過如果規限這麼多 便宜一點 沒什麼所謂 反正就起了這麼多 好 這集就 看到星期間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集見 2 1 1 1 2 2 3